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收看闲淡博社 小时候玩过水宝宝的小伙伴应该都知道 这种小小的珠子遇到水就会变大 近日这被我们玩腻了的小东西 最后可是火变了国外 顶替了指尖陀螺,成为了新的网红 水宝宝在国外被称作欧比斯 不知从何时起掀起一波风潮 YouTube各道网红博主都开始拍摄花样虐欧比斯的视频 而且谁拍谁活毫无意外 许多博主单个欧比斯视频就能够破亿播放 这是什么原理呢 看过视频之后小编表示终于找到了答案 因为这些满瓶的水宝宝真的是太减压了 不知不觉鬼使神差的就点开一个又一个视频 有一家人在泳池中放了数百万个欧比斯 颜色还按照彩虹排序 真的是治愈了所有强迫症患者 用欧比斯代替水玩了此不一样的泳池体验 当然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玩法 有把他扔在蹦床上的 更有一位作死的少年用欧比斯塞满了女友的新车 当然前提是在水宝宝中还得放一个最新款的iPhone 这样才不至于被女朋友砍死 再生气之余还能靠着iPhone找回一点理智 但是这种行为各位看官就不要模仿了 首先你可能没有女朋友 如果有女朋友还这么作 我只能表示七夕活该你自己过呀 果然还是外国人会玩啊 我小时候怎么没发现水宝宝还有这种玩法 之前就介绍过一个玩鼻涕胶月入百万的女主播 不过不只是这群老外为了哄绞尽脑汁 听说最近快手上也有不少老铁们玩起了这个水宝宝 对此我只能开始期待 下一个变成网红的玩具会是什么呢 好吧 希望地球人不当地做药 让我们继续吐槽 世界如此枯燥新闻也需要请调 还不点关注你是在等什么呢 谢谢大家